你問我擔不擔心上鏡 我不擔心我就不會來英國 雖然結果有可能是失敗 但也有可能是成功 我就是想去香港發聲 大家好 我是梁芷玲 今天1月9日 星期日 現在只有5度就 我來到倫敦 因為要採訪一個由香港人發起的人臉活動 支持新聞自由 我聽過很多人說 現在武力感很重 好像做什麼都沒什麼用 但為什麼今天仍然有一群人 選擇站出來呢? 一起看看為什麼 我們這個活動 是一群住在Kingston的香港人發起的 我以前在香港是做過記者 有一些我以前的同事 是其中一些被拘禁的人 他們覺得要到我們做些事 當我們還有那個自由去發聲 去幫我們香港的朋友去發聲的時候 我們就要盡量用到這個權利 因為當日立場被香港 港共政府封閉了 就令到我的心靈很震撼 所以就必須要來這裡 我們是今天的First Aider 在這裡幫忙 我們一家三口一起做First Aider 我們覺得很心痛 還有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可以來到英國 就是因為 除了香港一幫手足 就是很多的新聞從業員 如果他們不把這些東西 傳出出去 根本英國不會有BNO visa 我們都不會來到 要告訴香港人 所以你們在香港 可能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再說了 原來我們在其他地方 我們都沒有忘記自己的家裡 我以前和他們一起在街頭抗爭的 袁家衛、何桂南、之鋒 他們一個一個 現在還在坐著 還有很多手足還在香港 他們是不可以發聲的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我不發聲的話 不大聲點發聲的話 我想我是對不起 現在仍然是在囚的手足 很主要就是我們現在來到英國 還可以有集會的自由 要不要忘記為什麼會來得到 要珍惜 我們還可以集會 還可以發聲 希望他們遠遠在香港都知道 我們沒有忘記他們 中國最近已經超過了那些階段 在抗爭取香港的獨立 我認為它會提升了 我聽說當香港在香港 如果在英國在香港 如果有更多的國家 在英國在英國抗爭取 然後因為我們的 歷史的連繫 跟香港 希望它會提升了 這裡 也許會有更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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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支持你 在英國抗爭取黎智英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已經開始沒有言不自由 我是天天追看的 眾新聞 中國嫂 都要刪 令到人很心痛 因為這次比蘋果更快 很震驚 因為很突然 之前還在看他們的YouTube影片 例如樹洞那些 第二天就說沒有了 但日後就真是難搞些 其實主要是靠連登給看的 坦白說 日後會擔心 可能沒有了真新聞 只剩下一些 浸透的新聞 見步行步 還有最好就是 我覺得始終香港人 要來多些聚會 凝聚香港人的團結心 其實我看那些大部份都比較好 雖然它倒閉了 我就去一些獨立記者 subscribe他們 follow他們 或者看他們的IG 看他們的訪問 那些 《明報》、《友善》、《NOW》 我都認識 裡面有些記者 還在堅持著 有些都會照看他們 沒辦法 但是TVB新聞 就沒有最好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悲哀的 就是連Facebook 都越來越少這一類的sharing 或者大家不敢說 連立場做新聞都要倒閉的時候 我的朋友居然要這麼爭 很不開心了幾天 有每一天都有留意香港的消息 其實在很短時間之內 那個韓前效應是很厲害的 會擔心究竟看的東西是否真的 如果未必有一個這麼容易 可以得到信任的資訊的話 大家更加要有獨立的思考 好像疫情一樣 是否真的要清零呢 究竟是否合理呢 傳媒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問我擔不擔心上鏡 如果我不擔心 我就不會來英國 我經常都想起那些小孩 他們真的沒有想自己 我們只是想少一點 只不過是 其實害怕又怎樣呢 害怕你都避不到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真的過不了 出不了境的 出不了來 那那手指定的又要坐 我和我老公都商量過的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更危險的事情都已經有人做了 那這些只是 只是說出自己的心聲出來 沒有啊 完全不怕白色恐怖 完全不擔心 是呀 追求自由 如果這樣都怕的話 不如不要來英國 我們有我們的自由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如果說一些不適合你們心意的 或者不是你們喜歡聽的 就是煽動罪的話 這個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 由我決定來英國 我其實預計了回不到香港 所以當時是 和那幾人是有些 好像心理性的感覺 其實我預計了 回不到香港 不過我相信我有信之念 我就可以回到香港 很多人都是在想聽的 不同行動的 你這個牌子寫著呢 什麼字印的 拆通 你這個牌子寫著什麼 經常這字印的 這個水印的 這個是歌 對 有歌曲 不會唱的可以跟著 老師也有說 我們會會有很公平的頭 為香港爭取的 是 因為有一個機會可以說出來的意見 你今天跟誰人一齊來這裡 媽媽媽媽媽媽 我們來了不久 但香港的事情開始很無人記 我就想提醒她 譬如前面是周梓樂齊世 兩年來過月 我專門又播出親像集的節目給她看 不是當權者說什麼就是什麼 小朋友的教育 小朋友的理想 那個培養是很重要的 我會教育我兒子 我兒子十歲了 我不想她完全忘記了她是香港人 還有她為什麼會從香港來英國 是想教育下一代不要忘本 也不要忘記兩年多前 有一群勇士作出犧牲他們前途 而換取我們來到這裡的權利 雨傘運動當時好像已經有大運動了 第四五次左右 我都很想去香港發聲 工人教育科 老師會和我們一起討論自由的重要性 我有和歌別同學會討論一下 其實我是香港人 為什麼我要來到這裡 如果只是一個地方幾百人出來做一年 如果只是一個地方幾百人出來做一年 可能在Facebook那裡 circulate幾天 大家就會忘記 但是今次很多香港人居住的英國食食區 都有一個連串的活動 希望可以令到當地的傳媒 或者是國際傳媒更加留意香港的情況 然後可以施壓到香港政府 或者中共不要再做這些過程的事情 做些什麼都好像改變不了這個世界 不知道的 不知道有沒有用的 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剛才是很小事 我們都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那我可以做的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今天這樣的情況 就是見到有一些可以發聲的話 我們都做回自己的本分 希望透過自己的一小分力 可以成為一個延續下去 其實有些朋友是覺得很愚蠢的 就是做來都沒用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看 我做到多少得多少 就是好像今天我們過來一起做First Aider 不知道可以做到多久 或者做有沒有成效 但是我覺得我都會照做 那日年雖然不是說即時可以有用 即時可以趕回香港 但是起碼就是令到香港人 或者是其他外國人都知道 我們發生什麼事先 那總有用過什麼都不做 如果你是什麼都害怕的話 什麼都會做不到 你做其他事情都是這樣 那不要說比如說光訪香港這麼大件事 雖然結果有可能是失敗 但是也有可能是成功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呢 就不會成功 那起碼就是出了香港人分歷 而且起碼我們很輕鬆就做到 那為什麼不做呢 2019年我們香港人的人願 是在香港九龍新界上去獅子山 我們那種力量 我們那個心圓心的權結 是沒有人可以抗拒到的 我亦都希望離開了的人 繼續那個熱度 繼續去抗衡共產黨 我雖細弱原輕 決不虛作模式 我都認為自己的力量不是很大 尤其是已經離開了香港 但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當日如果那些小孩 想著沒有用就不出來的話 我們就不會來到這裡 是不是應該想自己可以做多少 沒有人是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的 沒有一個人 就是這個世界沒有Superman的 但是 每一個人都有良知 會有自己的感覺 知道什麼是對的 盡量做 沒有 我覺得我講任何說話 都是一個風涼話 因為我們在這裡做到的 享受的自由和他們 是完全是天淵之別 我已經不可以跟你說 你們出聲 你們要振作堅定 我想他們都已經振作了很久了 交給我們 我們會支持你的 我希望他們心靈上是會感覺到我們的支持 會覺得溫暖 不會覺得孤單 已經是我很卑微的願望 有很多人來英國 在歷史上 在我的經歷 在香港 中國 人們來 人們來 都很努力 有好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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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很歡迎 如果你們有些抗議 就抗議 我完全沒有問題 我開心抗議 抗議 抗議 這是抗議 這是很可憐 因為在英國 我們能夠表達這些事 是 這是政治自由 可以表達你的思考 我覺得 這是很重要 讓一個自由的國家 可以這樣做 大家都要保重 照顧好自己 然後一定有機會 在香港的人 可能他們會覺得 我們來了英國 是幫不了手 或者當初是離棄了他們 所以我們更加要 現在要有機會 可以做的就做 因為民主啟蒙 要全部人一起做 亞公、亞公、亞公、亞公 那些 在香港其實不太成功 但你看看《Winter on Fire》 你就明白 其實 民主不只是一代一代 全城代下一代 一直做 所以每次做少少 個個都做少少 那詩語來講 中共怎麼都會誇張 香港 Ranch 北方 一些 clips 靈型 靈型 狀況 其實 港 靈 Mat 中